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寻衣住家就是十公里的范围之内 另外就上班警线是被允许的一些领域 那需要这个证明性的 另外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紧急或特定的状况 比如说有一些桑梨等等这些紧急状况 其实你是被允许出外的 是 那我们也知道说很多的 这个各个地区的营业时间 还有不同的行业都不一样 那带大家重问一下 看一下我们巴萨只能够七点 早上七点到中午两点钟 而批发市场是迎成十二点到下午六点钟 那寿衣还有宠物店就是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钟 而游站就是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钟 大道的游站也就是海外的游站 就是允许营业二十四个小时的 是的 那么除此除外 如果你问我们就是有关餐馆 早货店小时当时怎么办呢 那么营业时间是六点的早上 直到晚上的八点钟 那但是就是如果你是餐馆的话 是禁止堂食只允许外带的 另外夜市SPA就SPA了 就按摩店 理发店或者服装店 是禁止营业的 没错 那很多人像Pauline一样 很喜欢去爬山或者是很喜欢外出运动 那到底运动是允不允许的呢 这个时间MCO2.0的期间 是禁止所有的体育还有休闲活动的 那也包括了群聚的活动 像是如果你像群聚去骑脚车 爬山都是不允许的 或者是观光的旅游活动也是被禁止的 还有社交活动 这段期间就不要去社交 不要去派对了 那除了跑步还有骑脚踏车 是最多两个人可以同时进行之外 其他一律的一些户外的活动 都是被禁止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比如说有一些经济的活动 包括了补习班 音乐班 还有舞蹈班等兴趣班 就一律就是禁止的 然后就是娱乐的活动 比如说在娱乐场所 然后室内的乐园或者卡拉OK 电影院也是禁止 就是进行一些营业或者是活动的 没错 再来就是 如果说有一些人是需要跨县工作 又或者是跨州工作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来看一下如果需要跨县或者是跨州 遇到警方的路障的话呢 你可以出示六种信函 来证明说你自己是有必须要出外出工作的 其中就包括了警方的批准信件 又或者是雇主所发出的工作信 还有员工准证 那还有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也就是MITI所发出的这个批准信 还有国家天灾管理机构 NEDMA所发出的隔离信件 以及律师信的法庭事务信件 还有教育部的特别信件 那这六种信件呢 如果你有办法提出证明的话 就可以跨县或者是跨州进行工作的 对的 在这里呢 我们也就是要呼吁大家呢 记得如果出外的话呢 警惕 警惕一定要戴上口罩 没错 然后呢 就是要勤洗手的 吃手SOP 没错 但是如果没有事情的话 就真的好好地听政府的话 待在家里保护好你自己 也保护好你身边的人 因为毕竟是MCO2.0嘛 对了 那么这个新冠的这个病毒呢 是我们要注意的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呢 也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那就是有关肾病 那肾病呢 其实在马来西亚呢 其实有关的病例呢 也非常多的 那么今天活力加油站呢 要和大家了解的就是有关 这个肾脏病的一些治疗的方式 以及它等等有关的一些 怎么说呢 治疗 还有就是它的东西 你饮食习惯等等 所以我们立刻来看一下 有关的这个大主题 俗话说 肾好 身体就好 肾脏昼夜不息地 顾虑人体的水分 并把肺料排出体外 可说是劳苦功高的人体器官之一 肾病泛指肾脏的各种疾病 主要分为急性肾病与慢性肾病 随着肾病患者的数据有上升趋势 临床上更发现 不少肾病患者 因为没有及早发现肾病症状 而耽误了黄金治疗时期 因此 慢性肾病 亦被称为沉默的杀手 那么急性肾病与慢性肾病的治疗方式 有什么差别 洗肾对于肾病患者是唯一出路吗 今天一起听听专家怎么说吧 雷苏 关注这个新冠肺炎的同时 我们也来看一下 因为知道 其实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的洗肾患者 或者是有肾病的朋友 对 那我们今天就来详细地谈一谈 这个洗肾的还有治疗 到底应该要知道多少才对 对的 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我们的这个内科 以及肾脏科的顾问的 林素权医生 就是我们做这个视讯的 林医生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是 林医生 我们想知道一下 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个 洗肾患者人数大概是介于多少人 每一年又大概增加多少人呢 其实如果你根据2011年的数据的话 大概每100个有大概8到9个 肾脏病患 可是如果你根据最新2018年的数据的话 每100名人士就大概有15名病患 患上万肾脏病 这其实是一个很惊人的增长率 是 另外一个数据也显示出 其实我们每一年都有大概5到6千名的 新的洗肾病人需要后悉治疗 对 当然我们马来西亚成为全世界 头三名的新进洗肾者的增长率 最快的国家之一 明白 真的 真的是越来越上升 有关的数据 那我想问一下 那么数据是上升的 人数也是上升的 那么有关的年龄层是否是上升呢 或者是年轻化了 其实我们也发现到 我们的慢性肾脏病病患和洗肾的病人 逐步的倾向年轻化 不过以这几年的数据来说 最普遍的年龄层还是 属于55岁以上 最高风险群是那些65岁以上的病患 那我知道其实这个肾病可以怎么说 规范围就是比如说急性或者是慢性 对不对 那么其实这两种有什么分别呢 基本上慢性肾脏病可能会为急性和慢性 有些时候急性和慢性是会重叠的 不过我还是分开来说会比较好 以症状的角度来说 急性肾病的症状会出现的比较快 大多数时候病人会出现脚肿血压高 而他们会突然发现排尿量的次数逐渐减少 最严重的案例甚至会出现 呼吸急促的症状 而慢性肾脏病这四个比较慢的过程 大多数的病患是通过发现 他们的尿有蛋白质或是泡泡的时候 才会去求医 有些时候是因为他们发现到 他们突然没有食欲或是皮肤很痒 这些都是因为过多的尿毒所导致的 那这个急性跟慢性的肾病 他们的康复几率或者是程度 又多少呢 基本上急性肾脏病是可以被逆转的 这个要似乎病人在求医的时候的 基本的身体情况跟病人的年龄 而慢性肾脏病基本上是不可以被逆转的 因为这是一个慢性的过程 基本上病人的肾脏功能 会随着时间而慢慢的衰竭 我们能做的是只能延缓它的恶化的重处 在这里我们也看得到有关的病因 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分别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急性的 那急性它是突发性 然后也会影响这个血液的循环 或者是排尿系统对不对 这是对的 基本上急性肾脏病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层 包括年轻人 所以打个比方说 有一个20岁的年轻人 他突然有很严重的腹瀉 过多的嘔吐和腹瀉导致身体的水分 减少了太多 而影响到了他的血压 这就会影响到他的肾脏的血液循环 和他的排尿系统 这就是急性肾脏衰竭 那如果是慢性的话 还有什么病因会导致他的肾脏 就是逐渐地衰弱 如果是说急性肾脏病的话 有一些病患 比方说他患上了心脏病 胸口疼痛 他的心脏病导致血压 重降也会导致急性肾脏衰竭 而肾结石或是很严重的细菌 或病毒感染也会导致急性肾脏衰竭 慢性的话就包括像是高血压 或者是糖尿病 这些都会导致肾脏衰竭 对不对 对 如果我们谈慢性肾脏病的话 最普遍的原因还是糖尿病和高血压 在东南亚地区 60%的慢性肾脏病 是由糖尿病所导致的 看起来真的是很大 那么我很想了解一下 比如说如果这个急性的 那么治疗方式有什么呢 医疗 急性肾脏衰竭的治疗方式 通常我们会针对它的原发病来治疗 比方说你是因为腹泻导致的肾脏衰竭 我们就需要给一些治疗腹泻方面的药物 当然这些病人很多时候都是会身体缺乏水分 我们就需要帮他们轻微的病例 我们就需要帮他们打一点点滴 去保身体水分充足和保持血压 处于正常的水平 当然有一些严重的病例 当他们的肾脏衰竭是没有办法 被这些基本的打点滴的治疗所逆转的话 我们就可能需要为病人做一些 暂时性的透析治疗 那透析治疗是什么 我们等一下会来再谈 对 但是慢性 对 慢性 因为慢性它可能就是不是突发性的 可能它有很多不同的阶段 是吧 对 通常慢性肾脏病的治疗方法 也是我们要 第一点我们也是要针对它的原发病 来进行相对的治疗 比方说某个病患他有慢性肾脏病 而他的原发病是糖尿病和高血压 我们需要做的是针对病人 处于慢性肾脏衰竭的阶段 而进行一些适合的治疗 比方说如果是早期肾脏衰竭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药物和健康的饮食习惯 来减缓他的肾脏衰竭 到了周期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适当的药物 健康的饮食习惯 来为病人减缓他们的功能上的衰竭 当然到了周期的时候 我们会为病人做接下来的可能会发生的 透析治疗的为他们做准备 我想问一下肾脏功能的替代方案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肾脏的功能转给其他的一些机器 或者是仪器来进行吗 基本上在慢性肾脏病 我们不能逆转那些已经消失的肾脏功能 当病人已经进入了末期肾脏衰竭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的肾脏功能 大概只剩下少于15%的肾脏功能 我们并没有其他方法能让他的肾脏康复 除非病人进行了肾脏移植 我们能让病人 为病人给予的治疗就是 找一个方法来代替他的肾脏功能 就是所谓的肾脏替代方案 也就是所谓的洗肾 明白了 那么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慢性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阶段 那么其实我们应该如何去区分呢 怎么才算是第一期 怎么才算第二期等等的呢 如果我们有到附近的医院或是诊所 进行一些血液的检测的时候 会有一个部分是 我们会看肾脏功能的那些报告 所以你会注意到有一个叫Creatinin 或是基酸肝的marker 这个东西通过这个基酸肝 我们就可以算算出病人的肾脏球 滤过滤 我们叫GFR 这个就是一个对于肾脏功能的估计 如果说GFR指数是90% 就是估计病人还有大概90%的肾脏功能 所以慢性肾脏病总共可分为五期 根据那个GFR的指数分为五期 第一期就是当GFR是多过90% 其实这个阶段属于正常水平 不过我们还是把它们算在第一期 当病人进入第二期的时候 就代表说他的GFR指数是60到89% 第三期则是30到59% 这个就是所谓的中期慢性肾脏病 而到了第四期的时候 就是他的GFR指数介于15到29% 在这个阶段 我们就会为病人进入 为他们的透析治疗而做一些准备 了解 但是所谓的末期就是那个第五期 当你的GFR指数是少过15的时候 是 刚刚doctor有提到就是洗肾 对不对 那想了解一下 其实洗肾是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还是怎样的呢 基本上如果我们谈洗肾的话 基本上就是透析 我们说的就是所谓的透析治疗 透析治疗基本上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就是血液透析 第二种就是附膜透析 我先说血液透析吧 血液透析我们就是俗称洗血 就是把病患的血液通过一个小手术 我们在他的手臂上面制造了一个叫 AVDISTULA的动静脉楼管 通过这个动静脉楼管 我们可以把病人的血液抽出来 然后把他的血液导入一个滤芯式的人工肾 通过这个人工肾 我们可以过滤清除病人血液中的代谢物 无数和过多的水分 过后再将已经净化的血液 输送回病人的体内 是 然后这样子的血液透析法 通常必须每个星期至少进行三次 每次大概四个小时 明白 由于这个治疗必须有医务人员在旁的关注 所以大多数时候他们都需要到 邻近的医院或是死生中心进行 是的 了解 那么除了这个血液的透析之外 那另外一种呢 是不是叫做一个什么腹膜透析 对 第二种就叫做腹膜透析 英文我们叫peritoneal dialysis 腹膜透析治疗法 主要是在腹腔注入一定容量的透析液 利用体内的腹膜 过滤清除血液中的代谢物 以及多余的水分 当然在采用这类疗法前 需要在病人的腹部 通过手术置入一个 叫Tankop catheter的特别导管 一般上这种疗法 适合让患者每天在家里进行 我们俗称它叫洗水或是洗肚子 通常都是把一包1.5大2公升的透析液 导入腹部 几个小时后就把这些腹部里面的水 引流出来 再换新的 通常换水过程需要20到30分钟 每一次的疗程是4到6个小时 病患在等待下一个疗程的时候 其实他们可以无常的活动 只是他们的肚子里面会有一包1.5到2公升的透析液在里面 这个不容易 真的 然后我想问一下 长官 其实这两个不同的洗肾种类 哪一个是比较普遍的呢 或者是比较多人会选择的 这个要看国家额定 比方说如果你是在泰国的话 附膜透析会比较普遍 如果你是在马来西亚的话 血液透析大概占85% 明白 这个也是有关的病患去选择 他要进行哪一种方式吗 通常这两个透析疗法都是有效的 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病人都适合这两种治疗法 我们都会让病人去选择 血液透析在治疗的备用方面 稍微比附膜透析贵一点 而附膜透析因为可以在家里面进行治疗 所以会降对得比较偏偏 是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呢 就是我们可能简单一点说了 就是肾脏的移植方式呢 老师 对 的确 其实最好的肾脏替代方案 并不是透析治疗 而是肾脏移植 因为人类只需要一颗健康的肾脏 就足以维持身体功能所需 是 所以一般上我们能从哪里拿到一颗 一颗肾脏呢 通常是活体或是实体的捐赠 通常实体捐赠就是那些器官捐赠者 他们不幸过世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体栽取那些器官 而活体捐赠者通常是近亲的捐赠 比方说我有肾脏病 我的父母 我的兄弟姐妹或是我的儿女 愿意把肾脏捐赠给我 那对 就是要进行这个肾脏移植的话 是不是需要有什么条件呢 才可以进行 其实以现金科技来说 大多数的肾脏移植 其实无论条件多何刻 我们都有办法进行这个移植的手续 其实我们需要做的是 我们需要注重 其实那个排测风险是否很高 因为如果那个需要捐赠给病患的肾 如果不适合排测风险高 那个肾脏肯可能就会因为排测作用 而失去它的功能 所以在移植之前 我们会先看一些基本的移植条件 比方说学习每堆 我们会评估捐赠者跟接受者之间的排测风险 当然还有捐赠者的健康水平 是 所以这些都要考量的 那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还是有林医生和我们讲解 有关肾脏的疾病以及治疗的方式 我们也请到其他的专家和我们一起分享的 那现在其实就是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有关肾脏的一些冷知识 肾脏冷知识 少一个肾脏对健康无影响 肾脏包含约200多万个肾细胞 而肾细胞的工作机制较为特殊 具有强大的代偿机制 要是某些肾细胞无法正常运作 其他的肾细胞就会自动替补并自行运作 确保肾脏工作持续进行 根据临床研究 只要30%的肾细胞还可以正常运作 就足以满足人体的日常需求 因此即使人体少了一个肾脏 但只要剩下的肾脏功能依然正常 就不会对健康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有趣的是 有些人有着先天性的孤立肾 要不是在体检中偶然发现 他们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只有一个肾脏 工作量非常庞大 肾脏的主要工作是净化血液 每天不停地清理血液中的多余水分 电解质和代谢垃圾 肾脏每分钟需过滤约1.2升的血液 占心脏输出量的24%左右 此外仅以水分而言 肾脏每天需过滤血液40至50遍 以产生180升的原料 再从中浓缩出1000至2000毫升的尿液 并将其排出体外 此外肾脏还参与了调节内分泌的过程 它所释放的肾素 前列腺素 促红细胞生成素等 多种激素都有着调节血压 促成活性维生素D代谢 维持正常骨骼代谢 调控红细胞的生成等功能 可想而知 肾脏的工作量是何其庞大 《活力加油站》 欢迎继续收看《活力加油站》 那我们今天在聊的就是 关于肾病的这一些治疗知识 那在线上同样的我们有林树莲医生 来继续跟我们做更多的分享 那这个环节我们要谈的 就是关于这个洗肾的一些迷思 对 我相信就是很多人 都有关这个洗肾 那么就是有认识 可是又是一知半解的 对不对 然后在这里很想问一下 那么刚刚教授也是有提到一点点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加强 这个肾脏的一些排毒 或者是排水的话 那这个排酸功能 可以缓解有关的肾病吗 就是如果我每天去做的话 有关的病人他是可以 就是有关的肾病慢慢会好起来 还是怎样 就如我刚才所说的 在慢性肾脏病 那个已经衰竭的功能 是不能被逆转 我们能做的东西就是 我们也需要知道 当肾脏功能衰竭的时候 肾脏的排毒排水和排酸功能 也会因为这样的逐渐下降 是 我们能帮助病人的这方面是 当他们在中期肾脏病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特定的药物 和一些特定的饮食习惯 来增强他们的 来帮助舒缓他们的肾脏的压力 比方说在控制原发病方面 如果病患有糖尿病或高血压的话 我们一定要通过药物和正确的饮食习惯 来控制这方面的问题 当然病人的排尿功能和排水功能 也会因为肾脏的逐渐衰弱而减退 就是说他们的排尿会越来越少 如果不及时治疗 他们就会出现脚肿或是高血压这些问题 所以通过一些特定适合的利尿剂 我们可以吹发他的肾脏 来排出更多的尿病 至于排酸方面 其实的确当肾脏逐渐衰弱的时候 病人的排酸功能也会逐渐下降 而导致尿毒越来越高 我们能做的东西就是 让病人通过一些特定的饮食习惯 比方说摄取低蛋白质 低盐分的摄取 这就能有效地控制血压 和减轻肾脏的肤脏 明白 我们也看到说还有类似苏打药物 这个苏打药物是可以提高排酸的功能吗 这个东西我们叫做酸酸白酸 就是说类似苏打粉药物之类的药物 所以这种药物当病人服用了过后 它有助于化解病人身体里面多余的酸性 进而可以检定肾脏的肤脏 因为肾脏是 其中一个主要工作是排酸 所以当病患服用这种苏打粉 类似之类的药物 可以帮助他的肾脏减轻排酸的肤脏 明白 不过这个一定要通过 专科医生来提提防 因为它的副作用是 盐分很高 会导致病人的血压上升 明白了 就是要有一个专业的一些引导 那刚刚医生有提到有关的排酸 对不对 就是有这个酸酸的方式 那么这个铜酸的方式治疗 是不是也可以缓解呢 其实铜酸是蛋白质的一部分 基本上蛋白质有好有坏 对肾脏来说 当我们服食过多的蛋白质 比方说从鸡蛋的肉类 甚至牛奶之类的食物饮品 摄取过多蛋白质的时候 那些不良的蛋白质 就会对肾脏造成严重的负担 造成更多的尿毒和酸性 从那里产生出来 而铜酸有一些 现今的一些科技 我们能把这些比较好的蛋白质 就是铜酸分出来 而有临床研究显示 当病患的肾功能到了中期 就是第三期以后 通过低蛋白的摄取 再补以这个铜酸 其实能有效地推迟洗肾时间 至少一到两年 所以它是可以的 所以病患甚至为了摄取低蛋白 它们改吃素 再配合铜酸治疗 这个是在欧洲国家 比方说一大利和罗马尼亚 是很普遍的 所以这个是可行性的 那么除此之外 那我们每一次 就是有些时候有些病症 就是会采用一些肋固醇 我不晓得肋固醇 在就是医治有关肾病 是有一定的帮助吗 病患 其实不一定 肋固醇在慢性肾脏病来说 它有时会被拿来 医治一些肾小球发炎 所引起的病症 比方说有一位小姐 她有红邦蓝疮症 很不幸的 这个红邦蓝疮症 蔓延到她的肾脏 导致肾小球发炎 和慢性肾脏病 那么这位病患 就需要内固醇来消炎 另外一位病人如果她的 颜巴病是糖尿病或高血压导致的话 内固醇其实并不会对她的慢性肾脏病有任何的效用 反而内固醇的副作用能导致血糖跟血压上升 而加速病情的恶化 但是如果是肾脏移植的患者 对 另外一个比较普遍内固醇的用途就是 它会被用在肾脏移植之后 其实内固醇其实可以被当作是一个抗排测的药物来服用 明白了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迷思 就是你想问一下 如果一旦这个病人进行了洗肾之后 就是一辈子就必须要洗肾 像我刚才所说的 洗肾其实是一个替代方案 我们找一个治疗方案来代替 已经失去了的肾脏功能 所以基本上如果病人并没有适合的肾脏移植捐赠者的话 基本上他们就需要一辈子进行洗肾或者是透析的治疗 因为基本上肾脏功能是无法康复的 除非它有一个适合的肾脏可以被移植 想问一下病毒 对 其实在马海西亚的状况来看的话 肾脏移植这个解决方案其实普遍吗 跟透析方案相比较之下 基本上肾脏移植在我国是有的 基本上每十个病人有五个 他们通常会接受的是实体的肾脏移植 另外五个会接受活体的肾脏移植 不过和其他国家比起来 我们相对的不活跃 因为基本上每十个洗肾的病患可能只有一到两位 会接受肾脏移植 剩下的八位病患他们都需要进行透析的治疗 明白 那么 也有人说 听说就是有些人比如说 他进行了肾脏移植 就是患肾之后 他可能身体就是会出现一些高血压的状况 这是否是正确的 这个其实要视情况而定 因为很多的肾脏病病患 他们都有高血压 而意思就是说在手术前 他们已经患有高血压 而在肾脏移植之后 这个高血压的情况 并不会因为这样的消失 因为他们已经长期身体已经经历了高血压的情况 就算一颗健康的肾被移植进入他们的身体之后 他们的血压还是会持续的处于比较较高的水平 大多数的病患都需要药物来控制血压 而一小部分在手术前并没有高血压的问题 而在手术后患上高血压 很多时候是因为抗排测的药所导致的副作用 包括肾顾存在内 因为长期服用肾顾存也是会导致高血压 好 非常谢谢今天doctor跟我们做这么详细的分享 希望大家透过我们活力加油站 可以得到更多关于喜盛的知识 谢谢doctor 谢谢doctor 谢谢 那我们知道说预防剩余治疗 不要等到你的肾真的衰竭了 才来进行这一系列的治疗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到底要补肾的话呢 从中药的角度来看 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帮助补肾的 补肾中药 枸杞 枸杞能够补肾生筋 养肝 明目 中医常常用它来治疗肝肾阴亏 头晕多类等病症 不用枸杞泡水或煲汤 药效并不能完全发挥出来 由于受水温浸泡时间的因素的影响 枸杞只有部分药用成分 能够释放到水或者是汤中 因此直接用嘴角 能够更好地吸收枸杞的营养 但口服枸杞时要注意 吃的数量上最好减拌 否则容易滋补过度 肚重 肚重是补肾的良药 能疏结腰西酸软 疲倦疑精的症状 肚重几乎无味 只有一种微苦 每天用热水泡着喝 能达到补肾理气的作用 河手屋 河手屋有补肝肾 易经穴的作用 河手屋有生熟之分 熟品是经过加工炮制的 能无须黑发 而生河手屋则含大黄分等物质 可以促进肠道运动 并引起轻微的腹泻 此外 河手屋与大蒜同时 也可能引起腹泻 芊石 芊石被誉为水中人参 中医认为芊石益胜固精 补皮脂屑 是滋养强壮性的食物 和莲子有些相似 不过 芊石的收敛镇静作用 比莲子强 适用于慢性谢谢 小便贫术 腰膝壁痛等的病痛 民间称它是因而食之不老 老人食之延年的佳贫 芊石分生用和炒用两种 生芊石以补肾色精为主 而炒芊石以健脾开胃为主 欢迎收看《狐狸加油站》 那我们今天在聊的呢 就是关于这一个洗肾 还有肾病的一些知识了 那现在这个环节我们来谈的呢 就是关于这个肾病患者 到底会得到一些 怎么样的津贴或援助 那线上呢 我们就有这个 洗肾中心的护士长 来给我们做更详细的一些分享 潘思慧 潘护士长你好 好 主持人好 听到我们说话吗 是 听到 听到 好 那声音现在也OK了 是 我们想要问一下护士长 就是其实我们很常见 很多的这个洗肾患者 而且刚刚也有听到医生说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数据里头 2018年来看 每100个人员里面呢 就应该有15个人左右 是需要进行洗肾治疗的 那其实这些患者 一般上都会遇到一些 什么样的困难呢 如果开始的话呢 一般上的病人 如果他没有保险的 他没有保险的 是 他没有 他不是政府人员 他没有JPA的 所以这些的他都会开始 他就会遇到这个经济的困难了 因为洗肾要用到很多钱 大概要一次洗肾要用到 一百八十到三百零级 然后 然后他要打补针 补血针 所以大概一个月 要用到两到三千块 所以如果是普通家庭的工资来说呢 单单要他的洗肾 所以他也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主要面对的这个问题 就是在经济上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那么除了金钱上 对 有没有说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他们要面对的呢 对 一些因为他要洗肾 所以他的工作 正常的工作都会受到影响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工作 所以这种恶化的循环下去 他真的是会遇到 这个生活费的困难 然后再加上肾病 他们一些病发症的发作 可能他就精神上 没有那么精神 没有办法去日常的生活 进行的 然后 就有其他高血压 天尿病会严重化之类的 所以这个都是在家里 影响很多 而且他们还要 进入医院这样 所以洗肾中心的话 一般上会提供一些 什么样的服务 还有津贴给这些患者 对 好的 在我们的民修洗肾中心 我们是有提供这个津贴 好像我们不是讲津贴 就是讲我们在 圣友在等待政府的位置 洗肾的时候 我们就给他的援助 我们只是收象征性的60块 一次性的洗肾 然后我们给他免费的补血针 然后还有一些国性维他命D 是 那个铁纸我们也是给免费的 还有打这个披兴肝炎的 疫苗我们也是给免费的 明白 那所以你们也提供很多的 这些不收费的服务 那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有一些病人 他可能面对一些交通工具的问题 你们的中心是否也会提供 类似这样一个服务载送呢 目前我们的洗肾中心是没有提供 如果是一些机构是会有提供的 像我们这边如果我们的圣友 会遇到这些问题的话 我们会给我们的福利部来关怀 那要怎么去申请呢 一般上如果说洗肾的患者 他们想要领取这些津贴或是服务 有没有一个申请的程序 那你们是怎么去审核 他们是不是够符合资格 来领到这些津贴跟服务呢 好的 如果是在这个双鸡蛋链这一个部分就只有我们明修 洗肾中心是有着提供这个服务吧 所以可以联络我们的中心或者是明修上司 可以通知我们有这样的需要 然后来拿这个表格 填了这个表格之后 我们就会去做家房 我们做家房的时候 我们就会拿一些比较 资料就是医生的报告 对 然后这个 是 家庭经济上你们的工资之类的 对 如果是符合了 我们就到我们的医疗部分 我们就会看这个生油 是否已经做好了 这个节管通路 是适合来生了 我们就会安排来进学 对 然后安排来我们的中心洗 是 那么这里所谓的家庭经济文件 你们看得到呢 就是个人或者是孩子 每个月的一些工资单 或者是最新的这个工资金的结单 就是提供给我们的中心里面 作为这个参考的 那刚刚有提到说 你们的洗肾中心是在双西大年的 联络方式 如果是有需要津贴 或者是需要这一个洗肾服务的朋友们 他们可以怎么联络你们呢 就直接打电话来我们的洗肾中心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有附上有关的这个地址 就是 3楼 137 JalanSakrataman Kampian 0800 Sungai Ptani Kedada 那联系的号码是 044211478 这个就是明修的洗肾中心 那非常谢谢潘小姐今天来跟我们 做这一个分享 那我希望说你们洗肾中心可以再帮助 更多有需要的人 也更多的这个洗肾患者可以受惠了 谢谢 谢谢 谢谢护士长 是 谢谢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暂时休息一下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8864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阿Win那边 有什么娱乐新闻和我们分享呢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风哥 Win李诗宾 那待会三点钟呢 会有那些年那些电影 等一下呢 要跟你介绍的是多部呢 悬疑推理电影 当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 也会邀请到一位本地艺人嘉宾 那她叫做Mandy陈玉 那她在无征照的情况下呢 却被确诊了 就是感染到了这个COVID-19 那她现在呢也是在居家隔离当中的 那等一下呢也会透过连线呢 跟她了解一下她的境况 好 那等一下的8864 我们不见不见了 三点钟 这个时候继续活力加油站 是 谢谢风哥 那么记得要守住我们的8864了 那么刚刚我们提到呢 如果肾脏的病人呢 在饮食上如何着手呢 如果想知道的话 那记得要留守我们的活力加油站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欢迎继续收看《活力加油站》 欢迎继续收看《活力加油站》 那我们知道呢 如果说有肾病的朋友们 他们吃的东西都要很慎选的 对 在洗肾之前跟洗肾之后 其实要摄取的这些营养素 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那我们今天线上呢 就请到了李琪莹营饮食治疗师 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这个有肾病的患者到底该吗 怎么吃 对 老师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是 老师 我想问一下 那比如说我们首先先来说 一些慢性的肾病的患者 那比如说他是进入第一期的 在饮食上他应该如何着手呢 是 就是像刚刚这个医食跟我们分享过 其实这个肾衰竭 慢性肾病呢 其实有分第一期到第五期 那如果还没有进入几肾之前呢 其实我们是建议低蛋白饮食 对 那低蛋白饮食呢 其实又有分 就是如果是非糖尿病患者呢 其实就比糖尿病患者来得稍微更低一些 因为刚刚医师其实也是有说到 其实百分之六十八千以上呢 其实都是因为糖尿病导致肾衰竭 就肾病的发生的 那像糖尿病患者的那个低蛋白呢 要比非糖尿病患者来高一些呢 其实因为就是因为 要让糖尿病患者的那些血糖更好的控制 所以它就比这些非糖尿病患者要高一些 对 那因为 对 那我们也看到说 对 普通成员所需要摄取的蛋白 可能一天就是要0.8到1克 根据每个人的体重来分配对不对 对 所以说糖尿病患者要吃的蛋白 比非糖尿病的更高一些 对 就是糖尿病患者 他还患有慢性肾病的一个 所谓的蛋白质比例 明白了 那么我也想问一下 那比如说所谓的低蛋白饮食的话 那是什么 我们不要吃这么多肉还是怎样呢 老师 对 就是我们要从蛋白质 就是我们的鱼肉 豆蛋类这些来做控制 然后我们就是要根据刚刚的这个算法 我们定制每一个人需要的 就是他们每个病人所需要的 蛋白质的分量 那这也包含了所有的植物蛋白跟动物蛋白 如果我们进行了这个低蛋白的 这个饮食方式呢 其实它对我们身体有多好呢 如果是我们普通人的话 其实我就不介意我们进行低蛋白 因为我们必须还要进行一些活动 就是要让我们的身体恢复 那如果是肾病的人呢 他就必须要经过一些低蛋白饮食 是因为呢 研究员显示他会延缓肾衰竭呢 可是他对EGFR 就是刚刚肾小球入归率 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当然因为低蛋白质饮食呢 其实他也会间接的 让我们三酸甘油脂变低 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动物脂肪都降下来了 所以他就是三酸甘油脂也会变低 因为刚刚医师也是有想到他们 还有很多这些迷惑 就是其他的疾病 那其他疾病来讲的话 比如说我们所谓的 dyslipidemia 就是血脂上的问题的时候 是 那这些低蛋白饮食不只对他们的肾脏 更减轻一点复合 其实还可以减少其他这些疾病的 一些严重性 是 老师我常听 有的人就是可能他就是上洗手间的时候 他就是有这个尿有蛋白 那如果这样的话 在饮食上是否要做很多的调整 是 我们会建议低盐饮食 所谓的低盐饮食 就是其实一天的分量 大概就一茶匙的盐的分量 所以蛮难 其实蛮难能够做到除非自己煮 因为只要你自己去外面 对 就因为很多酱料 很多加工食品上面 就很难达到这个标准 所以如果是有这个出现尿蛋白问题 可以做低盐饮食 那低盐饮食可能可以选择低盐盐 所谓低盐盐就是低钠盐 那或甚至一些是低盐盐的酱氢 这些来做一个替补 甚至是用香料 或者是一些我们常见的那种 像胡椒粉 对 这些就不会让到这个 加重我们的肾脏负担 对 对 可是我们吃的东西又有味道 对 这个也可以针对是说有肾病 但是还没有进行洗肾的人 他们就可以取用这个饮食方式 对不对 对 但是如果你已经开始洗肾 这个不归路之后 那他的饮食习惯又有什么样的改变 对 就是刚刚上一个医师也是有分享到 其实洗肾有分两种 一种是血液透析 一种是腹膜透析 对 那其实只要进入到洗肾 到我们的生友们 其实他的蛋白质就要更高 对 对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生友们在洗肾的过程当中 就会流失了一些蛋白质 然后 当然这些蛋白质 对我们身体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就 我们不只要高蛋白质 还要都是从50-70% 那是从动物蛋白来的 因为动物蛋白呢 比起植物蛋白呢 它更完整 质量更好 那对我们人体来讲的更符合 所以就讲 我们还要特别计算 这些50-70%的 这个都是要从动物蛋白来 因为其实蛋白质 刚刚有说到 其实在植物方面 比如说我们吃的米饭 面 这些其实都有一些蛋白质 但可能少量 但是之前因为蛋白质呢 它比较不属于好的质量的蛋白质 因为它不完整 所以我们就会要求就是 不单是要高蛋白质 还要从好的质量的蛋白质那边来 明白 学透析跟父母透析呢 因为父母透析的需求量会更高 因为毕竟它的那个时间更长 然后它的那个透析的这个率更高 所以还要 是 那么老师想问一下就是说 其实这些洗肾的人士就是一定要 控制有关的这些高铃的食物 老师怎么说 对 这个高铃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的肾 其实如果是基本上健康的人来说 其实是可以把铃全部排出来的 那肾有问题的呢 过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把铃 甚至是我们做学透析都没有办法把铃带出来 所以我们就要限制很多高铃的食品 比如说加工食品 红肉 全麦 这些 汤品 高汤 奶制品这些 那尤其是加工食品的这些 吸收率更是100% 那我就建议大家就是吃一个 比较简单的圆形食物 就是以白饭 米粉这些 不要全骨类的东西 但是我们可以吃鸡肉 豆腐这些来代替 可是很多产品 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分不清的 那么老师可能可以教我们一下 对 可能在标签上 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呢 对 就是我们在标签上呢 在这个材料这个部分呢 我们其实可以注意三个字眼 就是PHOS开头的这些 这些添加剂呢 其实就是磷来的 对 那这些磷的含量呢 就是属于我们刚才所说的 100%吸收率的磷 那对于洗线的朋友来说呢 就是会有一个加重 但我们一定会要求 所以食物都会有一定含量的磷 那要怎样把这磷去除呢 就是其实一定要定期的 吃那个磷的结合剂 那磷的结合剂有分很多种 有些是饭前吃 有些是配着饭一起吃 那还有一种方法 其实做水煮法 也是水煮法 就能够把这个磷呢 稍微地就部分地去掉 那个磷 在我们不喝汤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磷去掉 这些不是一个方法 是 那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说 已经进行肾脏移植的朋友 在他们的饮食习惯上 也要做一些改变对不对 对 如果是肾脏移植的朋友呢 因为他们经常都会服用一种药 叫Wafarin 他们是抗磷血的药物 那如果他们有吃这一款 Wafarin的肾脏移植的朋友们 其实就要避免维生素K 食物和保健品 那这维生素K的食物呢 其实就是我们常见的青菜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青菜是一件好事 但是对肾脏移植的朋友 或者有吃这个Wafarin的朋友呢 就是不是一件好事 就是其实他们要尽量避免青菜 但可以选择更好的别的颜色的蔬菜 红萝卜 番茄这些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一些富含这个维生素K的食物呢 就像是芥兰或者是这个优菜 还有菠菜了 所以只要是生青色的青菜 都要避免就对了 对 好 非常谢谢我们的李金银饮食治疗师 来给我们做这个分享 是 我们也看到说其实真的 肾病患者在洗肾之前 洗肾之后 又或者是肾上移植之后 他们的饮食习惯真的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对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些发酵食物我们要特别小心 对 那么明天我们活力加油站 就要和大家探讨的这个主题呢 就是有关这个发酵的食品 营养其实有大不同 如果大家对于发酵食品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把你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活力热线 明天同样的时间 我们在八度空间和大家见面了 最后要提醒大家 MCO2.0已经启动了 对 没事的话真的待在家里 不要趴趴走 然后记得要戴口罩 勤洗手 那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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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